叫做政府犯罪 很多事情是 因為有那個保護傘的關係 所以可以明著違反法律的相關的規範 甚至於說他們可以很輕率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更改 但是各位 這些所有與母法 抵觸者不但是無效 而且 變更了我們法治上所有的行為 是有相對罪性跟罪責的 所以我個人更希望 是如果李靖勇先生有犯罪的一切行為 我們就把它法辦 而且是一罪一罰 那他可能就要坐穿牢底了 這是很嚴正的書 這個呼籲 而不是說讓這個人下台 下台以後接了一個人 一問三不知事情都推了 那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剛剛有講到第一點 中央選舉委員會相關的訓練的規範的SOP 我們總應該可以要可以要得到吧 剛剛說外頭不能射 但是我們中選會都有一個特定的攝影機 是要 在投票過程當中全程都要錄影的 這是由法原依據 而且有相對的法規的 但是各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都會不故意被蓋起來了 所以如果一旦產生了一些疑問或疑慮的時候 只有靠民間人士 的一些 攝錄裝備才有機會抓到 各位 當如果有人是政黨的 候選人所派駐的監察員 他並不是應該受到主任檢察員規範 或者是指揮 甚至於說可以把他驅逐出境的 因為 任何一個政黨的 監票人員 他的責任就是沒有人搞我的鬼 你其他的政黨不派 那是你家的事 我的責任 就是來這邊 我不是要聽話的 我更不是要聽你 主任管理員 叫我到哪裡去吃飯 或者什麼 沒有這回事 我在這個時間的 八個小時裡面 因為 他們是有 領到中央選舉委員會 發放的 新奉 新資 而且他相關的責任 要在事前 接受中央選舉委員會 所有的訓練 所以如果有什麼搞鬼的情況 或者是像上次一樣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去把 原來法規裡面所規定的 比方說